请看感应篇第六十二集 愿人又始 惠人成功 从这个以下了 有八戒 都是说的 如我 刚如我 年中 住戒里面 告诉我们 人之有始 这是一桩不幸的事情 这个社 是有过失 或者是遇到最损失 人在遭遇到这些不幸事情的时候 习人君子看到了 听到了 总是有怜悯之心 决定不会有幸灾乐祸 这种心理是不善的 太上呢 再次地告诉我们 这个也是我 虽然没有在这个行为上 这个齐心动力呢 就不善了 一个人在世间 灾祸是不能够避免的 这什么原因 无量皆来 六道众生 齐心动念 造作 行为 决定是 悟多善少 我们在佛教典类里面 最常读的 伯法明门 伯法明门里面告诉我们 众生 烦恼的心所 二十六种 善心所 只有十一种 可见得 烦恼是悟心所 比善心所 多了一倍还要超过 又何况 我的邪气 胜过善的邪气 所以 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 没有好的修持功夫 齐心动力 无不是罪 金刚经上说的话是真实的 不但佛法如是数 其他宗教里面 也是这个说法 也是同样的看法 所以 幸灾乐祸 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气 看到别人有难了 看到别人有不幸了 他在那里破长大小 这些情形 从小朋友就可以看见了 对于人的成就 善心 赞叹的少啊 看到人家的时候 有不幸的时候 这个 这个 表现出这种心态 很多 我们自己细细地想想 自己在童年的时候 在做学生的时代的时候 是不是常常有这个现象 那么当我们自己遇到不幸的时候 别人用这种心态 来看我们 我们自己作后感想 能够想到这一层 才知道 恶作剧 对人 心灵 精神上的伤害 这是我们不应该做的 恶人成功 恶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毁坏 一个是毁谤 成功 功不论大小 在经营的人 都希望他有成就啊 尤其是 这种功 是为社会 是为众生的 固然 这个理念 应允 非常复杂了 个人 经营的四一 哪一个不希望 有成就 我们要是毁坏 这是造业 事业的成就 毁如 情音 毁坏的人 只是做 正上员 帮助他 也是正上员 毁坏他 还是正上员 实在讲 对于 经营四一 的人 究竟有多么大的伤害 阻挠是有的 破坏 在佛法里面讲的 是不可能的 你把他的成就 也缓 这个有可能 真正是阻挠了 那不可能 那违背英国定律 真正通达 英国报应的 道理 与四十真相 人心就平了 他过去 种的善因 这一生当中 一定有善的过报 现前 善的过报 被人障碍了 也许 五年 十年之后 他善的过报 还是会现行 这个道理 要懂啊 如果我们以善心 成人之善 成人之美 我们自己的修得 何必去造业 成人之窝 就造业 障碍 障碍别人的好事 帮助别人的卧死 我们自己 再造业了 如果人家这一段事情 是造福社会 是由业于众生 那你就要看它 影响的大小 影响 时间的长短 如果影响的面大 时间长 这个罪业 就造重 千万不要认为 我们自己 有意无意 造的这个业 大概是不会也太严重 那是我们自己 想错了 想错了了 往往就做错了 到自己 国报现前的时候 后悔莫及 所以人 一定要有慈悲心 要有同情心 极所不欲 勿施于人 齐心动念 要常常知道 心差 我应不应该 有这个念头 应不应该 说这些话 应不应该 做这个事情 下面一句 为人自安 尽人自一 这个意思都很明显 都不难懂 而且常常 我们所犯 遇到有危险的事情 总是叫别人去 有利益 有利益的事情 总是希望自己 多占一点便宜 尽人自一 就是损人力气 都是错误的观念 这个注解 头一句 说得好 千经万点 直论个心子 这个不仅在佛教 所有一切宗教 说实在的话 多论一个心字 宗教 能不能够 和牧相处 族群 能不能够 团结 从佛法的理论来讲 决定是可能的 决定是肯定的 只要大家觉悟了 只要大家明了 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可以说 世间 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学书 正如 我们站在 各个不同的方位 看一桩事情 事情 只是一桩 我们站的方位 不相同 所以大家看的不一样 其实一桩事情 比如像这个 茶杯盖 我们这边拿着 你们两边的人看 这边人看 吐出来的 这边人看 挖进去的 那两个打架了 争论了 永远 谁也不负谁 没有看到完整 对吧 再翻个面 掉过头来看 大家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每一个宗教里面 看的神 看的上帝 就这么会思续 其实是一个 佛法讲的语言 讲的透彻 佛给我们讲的 最急究竟诸 摄放三世佛 共同一发生 一个心 一个智慧 所以佛告诉我们 四世真相 虚空伐解 一切众生 是自己 这不就全部都包括了 这个四世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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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英经上说的 虚空伐解 一切众生 为心所信 为始所变 心 是自己的心 时 是自己的始 离开心时 无有一法可得 所以佛法 讲到真的 真地 都说自信 三宝 讲自信三宝 在念佛的人 讲自信 迷途 自信 净土 那我们这个世界 你要是明白 你要是明白这句话的道理 岂不是自信 苏仆 自信 是假 延传到其他的宗教 你也就懂得 自信上帝 自信 基督 你就恍然 大悟了 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就放下了 妄想 分别 执着 是从哪里来的 只看到局部 没有看到 圆满 是从这里发生的 这个我们一定叫做 误会 佛法里面所说的 贫荐 没有见到圆满 所以佛法的教训 是圆满 不是贫在一边 这个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佛法讲修行正果 正道 果跟道 就是四十真相 真相明白了 妄想分别执着 净了 可是 怎样了解 四十真相 必须 要破 妄想分别执着 换句话说 妄想分别执着 要放下 越淡薄 你明了的四十真相 就越多 越深入 坚固的执着 严重的分别 障碍 障碍我们的智慧 智慧是本有的 不是从外面带来的 智慧 是能正 法界 也就是四十真相 是所正 能所是一 不少 这个境界 是祝佛如来 谷地上的境界 佛为我们说出 是他真的 灭力 我们自己 也要真的 这样才能得 真实的利益 真实的受用 从这些地方 我们才真正体会到 祝佛如来 他们为什么 要帮助一切众生 而且是无私的 无条件的 帮助一切众生 在我们凡夫 无法理解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知道 静虚空变法界 是一个字体 大臣经上讲的 法身 一个法身 像我们的身体 一个身体 一个身体 有一部分 又痛痒了 又麻木了 我们其他的部分 要不要帮助他 我们左手这个地方 麻木了 右手自自然然去帮助他 还要谈条件吗 还要说出代价吗 佛知道 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 是自体 所以 无条件地去帮助他 这才说出 利益众生 就是真正利益自己 但是一切众生 无量皆来 都在妄想分别之处 不了解 此事真相 不知道 法界是一个真体 所以看到 左手又痛苦 右手不肯帮助他 帮助他 要谈条件 要代价 要问 我为什么帮助你 不知道谁提 佛家讲的 无上不体 究竟圆满呢 就是真正彻底明了 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 是一体 受访三世佛 共同一发生 一心一智慧 这些过失 自自然然就没有了 不了解 这些四世真相 才会产生 这些过失 就佛教导我们 认识四世真相 才知道 怎样 帮助自己 怎样 使自己得到 真实的利益 没有别的 就是 全心全力 帮助这个社会 帮助一切众生 确实 有一些 迷失自信的众生 不了解四世真相 所以佛菩萨 在所有一切帮助当中 最重要的 帮助众生 明了四世真相 这是我们在经历上 常常看到的 真实的慈悲 无尽的慈悲 我们自己修许 修养 也是以这个为重心 那么这个方向目标 就正确了 这一生 才可能 得到成就 方向目标错了 在大乘佛法里面 不相应 所成就的 就不是佛法 而是释法 佛法是哲 释法是明 不同地方 在此地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有节省